有熊出貨 熊出貨 熊出貨 哪來的熊 來一個 我殺一個 很湯喔 台灣黑熊是保育類動物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牌BB 我是千涵 我是品君 我是仲哥 最近是在上演熊出貨嗎 每天一片綠油油的 誰敢買股票啊 不過應該有很多股票超跌了吧 有龍哥在的話 熊來一個 龍哥殺一個 對 就是要有這種氣勢 我們人要比測兇 這邊遇到熊 你裝死是沒有用的 所以你要積極做一個換股的動作 那其實我們先前有跟大家到 跌破3月28號的地點 這邊你要適時去做一個縮減部位 提高你的現金 那其實提高現金部位也是一種策略 那提高現金為了等什麼呢 等股票有超跌的時候 我們可以進場去做一個低階的動作 所以我們這邊幫大家準備好一些口袋名單 那我們趕快來金牌比一比吧 好 那我們來抽第一缸 好 我來抽 好 我想抽龍哥面前的這一張 啊 第一張就是鬼牌 天啊 那這鬼牌呢 我們跟大家聊到的是金融類股 啊 最近的盤是金融股不是最受惠嗎 錢有通膨 後有升息 怎麼會放在鬼牌啊 連金融股都在鬼牌的話 這行情要怎麼玩啊 對 宋哥就是要嚇大家 就是這麼夠人玩 因為宋哥沒有 大家也不要有 宋哥沒有 大家也不要有 對 那為什麼我們會跟大家提到 金融股會放在這個鬼牌呢 其實同樣你可以從三個方向去做思考 第一個是新台幣呈現貶值 那我們都知道新台幣貶值 外資把資金撤出台灣 所以那使得什麼一些金融資產平價 會跟著受到影響 那除了金融資產之外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 零件股這些資產零件呢 他們土地的資產呢 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再轉投資收入 今年來行情波動這麼大 其實不只說 不要說你我了 其實連這個投信 或是這些基金法人呢 他們也覺得這個盤不好操作 而且投信基金 他們有一個BUG就是什麼 他們有最低的持股比例 即便大盤崩了 他們還是可能要持有六成的持股 七成的持股 那其實這些對他們的這些獲利呢 其實也是有一個影響的 另外一個是什麼 貸放利差也會跟著受到影響 很多人那麼說 這邊升息了 那銀行股的貸放利差 會跟著增加 那總共這邊跟大家說錯了 為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美國公債值率 是呈現一個倒掛的行程 短期利率高於這個長期利率 那你想銀行還會願意做一個貸放的動作嗎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 可以從這三個方向做思考 你就知道 目前金融股 你不適合過度追價 你反而是什麼 要留意停利點 那第二張牌是誰來抽呢 我來抽 來 這張是 欸 手氣也沒有多號 又是鬼牌 對 這張鬼牌 我們跟大家聊到的是這比特幣概念 我看比特幣近期是來到相對低點啊 不是進場好時機嗎 可是根據歷史經驗啊 2017年到2018年 那時候開始升行之後 比特幣的跌幅一度來到60派 那現在 是我們這邊其實不只這比特幣 其實只要金融資產都跟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 有一定的正相關的 那如果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是跟著縮減的話 其實這些價格也會跟著往下跌 那除了股市或是個股 可能還有基本面支撐 但是這些金融商品少這些基本面支撐的話 其實他們的這個報價都會呈現一個向下 那以平均剛剛提到2017年到2018年 其實比特幣是回檔了60%的 所以跟聯準會資產負債表有正相關的一些金融商品 大家可能還是要多留意 短線上除了比特幣之外 其實我們能說黃金或許會影響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比特幣概念 今天的跌勢是相對比較重的 那已經跌破近期的一個整理平台去了 那無論說這些個股你就要特別留意 因為它是已經盤出一個頭部又跌破了 那這往股價就還看不到植物能現象 所以反彈上來我建議大家還是要先站在賣房 那我們來抽第三張吧 巧地窩本安 謝謝你幫我說了 哎唷 配桃椎 總算沒有一張鬼牌了 那我們這邊要跟大家聊到的是網通類股 終於看到一絲希望了 網通股最近利多不斷 連英特爾執行長都跑來台灣 專門找台積電強產能 而且各國都在加速網路基礎建設 那股價未來應該還有很大的空間吧 我們認為是非常大的 那其實在先前我們曾經跟大家報告過 這邊手機產業是出現砍蛋的進行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台電第一季營收 是創了一個歷史新高的 那它的產能利用力是維持著滿載 那為什麼呢 主要是什麼 車用電子還有伺服器 還有網通這些需求把這產能給補上 那剛剛平均提到說 這英特爾來台灣是要跟台電爭取產能 它是講不計代價是用加價的方式 所以網通的漲價趨勢是還沒有改變的 那領頭羊已經衝出去了 我們可以看到3.55%的省準 最近這股價表現非常強勢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有沒有什麼其他相關個股 會跟著股上 現在操作難度實在太大了 每天看股票上上下下 我心臟病都被嚇出來了 龍哥我們需要速效救星完 你知道嗎?安心又飄了 對兩位妹 我們這張牌是跟網通股有關的 它的歐美營收的比重是佔比來到了80% 那這種朋友認為它是歐美這邊擴大網路基礎建設 最大的一個受惠股 那目前上到法蘭普預計說 它的電單已經滿到2022年的年底了 今年有機會賺一個股本以上 那這張隱藏牌到底是什麼呢? 龍哥Taggram Fly 1768趕快加起來 喜歡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金牌VV我們下次見 掰掰